今天请朋友做醋溜莲藕 主要颜料就是一块藕 还有辣椒姜 我们先要清洁莲 那莲藕是比较典型的亚洲菜 所以你先要把皮削掉 削皮 所以你看到莲藕削到皮是清白色 非常漂亮的 清洁完之后的莲藕 你看成非常漂亮的玉白色 所以把这个洗一洗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丁 切丁的时候就先把它切片 它有点硬 所以切的时候要小心 就把它们片成长条 然后再切成丁 所以就是这么大的像一个 袋子那样的小丁 所以它就很容易入味和煮熟 现在我们来准备一点点那个姜 那姜呢是炒莲藕里面的一个很好的调味 它比较温热 所以莲藕是比较寒凉的食物 所以一般都会加一点点姜丝 姜 碎 有青椒你可以准备青椒 也可以红椒 都会给莲藕提提升一点别的味 所以处理青椒的时候呢 我一般都不要青椒籽 那据说青椒籽里面的凝集素 对人的眼睛不好 所以我都要把籽去掉 所以把籽吃掉 然后我们把辣椒切的小丁 跟莲藕的小丁差不多大小 这道菜呢最大的好处就是 非常的开胃酸甜可口 因为莲藕也会氧化 当你煮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有点灰灰的紫色 所以加醋 就让它颜色保持很好 然后又有非常清新的酸味 酸甜味 其实准备的调味品呢 其实都相当简单 最重要的还是油啊 盐啊 还有这个apple cider 我喜欢它的味道 既有酸味也有甜味 倒一点油 把姜、蒜先扁一扁 其实很辣的辣椒 经过油煎之后呢 它的辣度都会降低 然后扁炒大概40秒到1分钟 你看辣椒有点香味 有点辣味出来 你就可以开始加上莲藕丁了 水稍微点炒一下呢 你就可以马上就加匀了个 因为这个数量呢 一般我就用2个tb吧 酸酸甜甜的味道就是从这里来的 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点盐 所以这个盐加多少你自己调一下吧 好很难煮的烂 所以你加盐也没关系 也不用加水 这个口感是要清脆的 所以大概两三分钟 扁炒了两分钟之后呢 你就看到棉藕 其实是可以可以上锅了 所以我们把它关火 这个时候如果你更爱吃点辣 或者是颜色想更好看呢 你还可以加点红辣椒 那这是选择 这就是一道夏天特别开胃的 醋溜莲藕 非常的爽口 开胃 你还能够收拾 你还能够得到